大家好 现在甘肃五威 我们去看一下文庙广场 还有五威西夏博物馆 但现在才8点05分 不计我去了门也没开 我们先去看一下 哎呀 这个共享单车 骑着特别轻快 它这个轴承特别好 有一种共享单车 那个轴承它不行 它感觉润滑不够 所以踩着很费劲 这个小蓝的这个就比较好 那个牌子上面写的是文庙 我们先去看文庙广场 旁边有个西夏博物馆 然后今天上午呢 今天也是在五威这边 游玩的最后一天了嘛 上午抓紧时间完 下午要回去补觉睡觉 因为昨天晚上吵了一晚上 都没睡着 所以说下午必须得回去睡一睡 不睡觉的话 你这个那个人吃不消啊 太累了 到达文庙广场 看一下这个巨大的松树 哎呀 前面喷泉开了 特别好 这次我来的运气比较好啊 这个松树长得很漂亮 我喜欢 往前走 往前走 赶紧 抓紧时间 不然这个喷泉等一下 它就要关了 它一般 开个十几分钟啊什么的 有可能就会关停 不错啊 运气好 好多人在这跳广场舞 厉害了 那看来五位的这个喷泉 它舍得开啊 我上个视频拍的那个蓝城门广场 它也开了 我到这个文庙广场这边来 它也开了 可以吧 不多见啊 喷泉它不是每个城市都舍得开的 不管它哪个城市 它喷泉它是不舍得开的 换个角度 换了一种风格 好玩吧 中间的这个挺好玩的啊 实际上喷得不要太高 这么高就够了 喷得太高吧 要抬头往上看 蓝天白云 哦 广场的喷泉 我能看到开的 在我印象中真的100个城市 才能遇到 好像也就遇到五位今天开了 其他城市 太少了 基本上人家不舍得开着的吧 极为罕见 100个城市 大概只有两个 一到两个城市 才舍得把喷泉打开 这人们的沉淀方式 真是五花八门 有玩九街边的 还有耍舰的 这边是耍舰团队 对吧 还有跳各种早操的 哇 太多了 光这里都有上百号人了 看一下这个灯 这个灯也比较特别 晚上应该挺好看的 可以的 今天早上我看到了两个喷泉 南城门 看到彩虹了 朋友们 看到了吧 哦 原来我这个位置能看到彩虹 这个彩虹也是不多见 一般只有下大暴雨 或者是像今天那个喷泉 哎呀 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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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看看有没有 哎呦 哦 我懂了 它喷得越高 喷泉 那个叫什么 彩虹的面积就会更大 哦 换个位置就看不到了 不明显 哇塞 厉害了 还能看到彩虹 见到彩虹一天的好心情 太漂亮了 朋友们 可以吧 能看到喷泉 还能看到大彩虹 我们往我身后的地方走 那边是五威西夏博物馆 因为五威这边的古时候是西夏的都城 就在这边啊 我们去看一下 这边看到的就是五威西夏博物馆 朋友们上面写的那个字 那个字我都能认识啊 因为我已经看出来了 这边写的是什么 朋友们认不认识 这个字我大概能认识啊 博物馆八点半就开门了啊 这个还是非常好的 看一下 这是官府的印 1038年 这是金波 哦我这西夏1038年 复制品 复制品啊 那真正的藏品在哪呢 这边看到的是铜钉 这边是银钉 但都是复制品 那就没有真的嘛 真的都藏在 我等一下再去看那个五威的博物馆啊 看看五威博物馆里有没有更好的藏品 这里都是谈谈罐罐 我最喜欢看到的青铜器 这些都是谈谈罐罐 铜钱 走 我们来看一下 铜钱啊 宋朝的 960年 现在是二楼西夏文化中心 西夏建国 西夏以前我在电视剧上看到过啊 金刚什么母石窟寺 那个字不能确定啊 往这边看 很多精美的壁画 刚刚开门 所以说人不多啊 很多人都在下面 这边有很多的佛像 这个是金刚和母同像 这个人叫鱼爵 1303年 送圆末的官吏 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就行了 出来了 外面现在是春光明媚 空气好得不得了 里面我们简单欣赏家就行 等一下有时间 我们再去看 五威的那个博物馆 这个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下期见 下期见